腔腔三人行 今天给大家介绍咱们两位嘉宾 咱们先女士优先 在见着她 咱们就不是神马都是浮云了 神马都是浮沉 这是著名的女作家 崔曼丽 写浮沉 流利时代 终于啃到我们节目里来 本来是要聊另一个话题的 但是今天碰到了一个比较突发的新闻 紧急的情况 所以还要请我们新京报的社长 我们这个戴自耕 我听你的名字跟农民利益 自耕农 这很有关系 自耕农 不是自耕农 今天要请你讲讲这个农民问题 其实是挺不幸的一个事情 戴社长 我觉得这个新闻 突然间今天那么多的人这个关心 他这个紧急的程度 以至于 我都不是太清楚这个详情 所以咱们这个资深记者戴社长 你来报道一下 这件乐清的 把这个老村长 把这个老村长碾死的 对 那个 因为这个悲惨的事情 首先就是 二十五号 就这个月二十五号的时候呢 早上大概九点三十分 一辆挂着安徽牌照的工程车 把一个当时浙江温州市洛青县 蒲奇镇 在桥村的那个称委会主任 谐云惠 压在了车底下 你看这个照片了吗 对 我刚才 很惨 脖子头颅快掉下来了 没法看 并且那个手伸向前方 后面的跪着的 这像是有意压的还是无意压的 其实就是说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这个照片 通过微博发到网上之后 那就 全国 语论打滑 也可以说 应该是形成了一个热潮 就是像 不仅是我们新闻人 文化人 各方面的人 都在评价 因为成了好多的空 好多这个想象空间 或者说 这事情本身 有好多彻色的东西 这到底 刚才像文涛讲到 到底是谋杀 还是交通事故 但是呢 当时当地政府 一出来的时候 就乐清公安讲 就是这是一个交通造势案 但是呢 捷云惠这个轮 有好多的 原来有好多的故事在前列 他为了维护当地 他的村里头的 那个农民的土地 或者农民的利益 监制了六年 三次进监狱 给挂 给关了 刚刚放出来 就就死在这个 出轮之下 所以说呢 好多人 媒体也好 还有其他的 知识界也好 觉得这事情 觉得怎么会是呢 这么巧呢 为什么会这么巧合 这个巧合就给了人 好多的 哎呦 我是看见 要不说咱们不明真相 你要不明真相 你要相信这个微博呀 那有的微博上那个猜测呀 那就是写胡斯拉呀 说是给一群人摁住 这个老村长 给一群人摁在车轮底下 就这么压 对 但是这个 我觉得呢 可能性 就是我现在讲啊 因为作为新闻人嘛 说是求是 包括我的记载在前方 他们觉得呢 可能就是真正的 谋杀的可能性 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对 但是呢 就是说 因为最后 记载还没出来了 我不能 这个 我在这里讲一下 不能对比我 什么官方的一些观点 但我觉得 某种性不是很大 但是它是这样 因为我刚才 看到那个照片 而且那个 你们的编导说 如果胆子小 就不用看啊 但是我确实看了 我觉得非常悲惨的 一张照片 看不见 那个人的身体 就像 代社长说的 手是伸向前方 然后那个脸是侧着 贴在那个泥土之上的 所以他就是说 如果是交通事故 那个车轮之巨大 完全不是我们 日常看的小车轮 非常巨大的一个车轮 一个人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以这样的姿势 贴在那个车轮之下 那如果不是 是交通事故的话 现在有没有具体的证明 小说家言很厉害 就是麦里讲的话 他也是因为 现在受惑中怀疑的原因 现在好罪呢 昨天温州市 市委领导已经出来讲话了 就是说呢 就是原来定的交通造势案呢 就是又需要进一步的认证 同时启动两套方案 就是一个是 按刑事方面来调查 一个呢 就按那个交通造势来调查 第二呢 就是说 对那个相关的那个 一代查明了之后 有责任的就严惩不但 第三个呢 就是说 所有的调查的经过过程 向媒体公开 就起码的态度还是不错 大家能接受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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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起码的他的表态 好像是感觉 他们那个村的村民呢 对这个村长都挺有感情的 是 真是因为有感情 所以说呢 村长死了之后 大家就闹 也是因为这么闹 所以说呢 当地的公安 把有关领头闹事的人 抓了好几个 这样把事情就拨打到扩大了 所以你看啊 这个我觉得现在的很多事啊 都是故事背后套故事 对 就是他这个 而且呢 比如说 如果仅仅是个交通造势 那么就是交通造势 就是交通造势 可是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只是个交通造势呢 怎么会引起这么大 引起这么大 又是跟拆迁有关系 对 你看这个后头 就是说这人生气啊 他 他不是偶然的 他 他不是 而且讲到他用六年的时间 三次进监狱 而且这次又刚刚放出来 就遇到这个事故 所以确实我觉得 就好多的想象空间在那里 我不是想象空间 就好多怀疑的空间 车响的空间 但是呢 有关部门有说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挑的 个别别有用心的人 挑动了一些 不明真相的群众 就这样的话 一下子把群众的东西 我看你刚才刚才说 今天都看了一篇 那个新华什么 新华视频 视频 对 都讲到了 就是说 不明真相 那就告诉群众 真相是什么 不就可以了吗 包括这真相背后 像你刚才文道讲的 这这些到底什么原因 因为一个店厂 有他九百亩土地 那村民又害为 他的土地的利益 原因的经贞 可能也就是这个地方 还有 拆迁 咱们这个曼利 这个很有才的女作家 能写书法 我上次听她讲一个事 讲一个字 我就挺有感触 就说这个新闻 你看我听到前半截 我还挺受吸引 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 但是你一说到拆 好像是个中国人 就全明白了 这好像都不 无需乎多问 是吗 对 我是因为要参加一个书法展 这个书法展 它是要讲说 汉字的书写和今天中国的关系 所以当时我就提出写一个拆 为什么要写这个字 一个 这是唯一一个 真的用毛笔在反复 被书写的一个汉字 这是中国书法 现在写的最多的 写的最多的一个字 而且是壁画的形式 都写在前上 第二个就是全国人民 一看这个字 全部都能理解 就是这个地方 马上要面临着 旧的要被拆掉 新的要被重建 就是说 我觉得 它是今天中国 最有权力的一个字 也是和传统艺术 最紧密相关的一个字 你把它跟艺术 这是什么后现代艺术 跟艺术都有关系 现在你们可能也知道 郭乌越现在在征求第二稿 就是说车切管理条例 对这个问题 大家也有好多的议论 车切原来网上有人讲 没有车切 就没有新中国 比如说 没有我们这么车切 你们之中是吃什么呢 就余介龙那些 就关于车切呢 除了关系比较大 包括我们现在搞的 所谓的车切的 即使好的典型也有问题 就是你把一个农民 放到那个车切走了之后 放到一个十公里以外的地方 让它是 它住上了楼房 也西郊上田了 脱离了土地 但是它还有跑回去 十几里路 坐公共桌去种地 这样的事情还是有 所以我觉得 有的人觉得 就是这个土地车切的问题 就是可能吧 是下一届的中国 特别是农村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你刚才讲到这个余介龙 你知道吧 就是一个算是公共知识分子 对对对 今年这个新周刊 还给他颁了一个奖 那颁奖的时候呢 这个义中天 让我引用他一句话 他上去去领奖 他说因为余介龙引起的那个事 就是有人质问他 就说没有拆迁 你们这帮知识分子吃什么 吃什么 然后义中天说 我想了又想 我最后明白 我们知识分子 吃的是纳税人的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曼丽你是老写这个职场小说 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农村的这个情况 了解比较少 我确实 因为我身在城市 长在城市 我对农村确实没有具体的生活经验 但是我也觉得就是说 其实农村跟我们这个城市的关系 非常紧密 就是比如说现在就是大量的农民 因为拆迁或者怎么样 来到城市当中 就是你日常当中也会接触到他们 所以有时候你也觉得 好像我们身在城市 但其实和乡村又紧密相关 包括我们的文学作品 我们的电影 也有大量反映这种乡村题材的 咱们的电影和小说 我很少见到有什么反映拆迁题材的 有吗 几乎没有 几乎 也有一些电影 像苹果什么的 可能不就是农民工进城吗 对 包括那个老什么孩子猫什么的 对还有一个 现在有一个叫做这个农民工文学 就是农民进城打工开始写小说 写的也很好 还有一些这样的他们的杂志 也是销量非常之大 所以我就觉得 这种生活 其实到最后就是一个人的生活 我们不要把它割裂开来看 是农民进城或者城市人的生活 最后就是人的生活 人的生活有一些基本的层面是相通的 比方说我们要面对法律 要面对每个人生存的所谓的经济条件 最后要面对一个精神生活 最后还有面对就是说 我们是否活的符合我们自然的一些东西 像代事长刚才说 一个人上从把脚上的泥洗干净了 住在十公里之外的洋楼里 然后要坐公交车回去种地 我觉得他其实违背一些 他违背一个自然的生活习惯 最后就会违背什么 违背人性 这个事我也是听家里农村的很多朋友讲 我觉得这个情况也很错乱 就是等于拆迁 实际上是也连根产起了 他们祖祖辈辈的一种生活劳动的方式 你知道现在有的 我的朋友家里农村的 都全村人不干活了 因为拆迁还赔了点钱嘛 就天天喝酒啊打麻将啊 这个你讲的是大城市边上的一些东西 城乡结合部 城乡结合部 北京 对 旺京那些地方 大兴等等 包括那个广州 我们住的杨基森那些地方 那个地方的车切补床就比较高 一个人之后 可能他不仅拿到了钱还拿到了房 但是普通的那些农村里头的那些农民的车切 可没这么好的条件 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 就是说他原来补床一个电厂 就越南电厂 越是那个南越的越 五越的越 不是那个越南 就是补床的话是六百万 九百亩地板好像征用他们 给六百万的补床 后来中国他们村民不懈的努力 反复的去求啊去折腾 给了一千一百万 现在又给到了八百万 但是村民还是觉得不满意 因为这个村里面有两千号轮 那就平均一个人可以拿到 一亩地大概折合下来 大概一万多块钱 不到两万块钱 但是你想一想 这个地如果给到城市建设里头 可能就是双百万 甚至几十万双百万的价格都有 所以农民心里都不平衡 你把我的地拿走了之后 但是我以后是 我以后怎么生活呢 有愧地去买一个希望嘛 对不对 人家说多收山五斗的话 还能活下去 现在就没有希望了 农民就我 像你刚才讲的 那就是大城市边上的那些 所谓的车切的 那游手好鞋了 最后就就在生活 就当了其他的 卸足什么其他 我就不搞了 但是这包基层的话 都是我们真正的农村里头 那包农民的车切 其实的日子并不好过的 就是我觉得 他这个文涛你刚才讲 听起来像一个喜剧 大家发财了 天天打麻将 然后戴上讲的 这个是一个悲剧 而且这个悲剧 今天还在上演 就是大家都还在议论 还没有一个结果 但是我听起来 我觉得悲剧和喜剧之间 似乎差别并不大 那这什么叫 就是人的生活 一旦被强行安排之后 像戴社长说的这个事情 还没有结果 大家还在追寻 像你说的 有了一个好的结果 但这个好的结果 我不相信一个人 每天打麻将 喝酒是一种幸福 就是怎么样的生活 是好的生活 而这个好的生活 被一个很奇怪的 一个现象 或者说一种需要 重建之后 是否给到钱 给到补偿 这个重建就结束了 谁来对重建的生活负责 如果我们比如说 在拆迁之后 没有办法面对 这个重建的生活 那谁来为这个 谁来帮助我们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你讲的有道理 但是我自己觉得 就是那城市化 是一个趋势 毕竟中国末期 城市化的率 还是比较低 就城市化的过程中 怎么能保证 国防的利益 都能得到合理的体现 这是关键 你有建设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又跟人家 土地所有者去协商 就利益大家能合理 你不也是浙江人吗 你也是浙江人吗 我们那边 大量的争用土地 基本上像我们现在说是 我老家那边 也是农村的 他们已经又把 决定把这改成了一个 就这么卫星层建设 所有的房子 有可能绝不推倒重来 另外给你借一个房子 坐到那边去 把你的宅地地腾出来 因为我们国家 有个政策 就是说增结挂钩 就是18亿木耕地 是不能动的 国家是铁定的 因为为了保住 我们实际人口的生机 这是不能动的 那你如果能把 多余的地 地方政府 别的法 多出来的话 你可以用来建设 我举个例子 你这个县的耕地保护 当个比方是 100万亩土地 那这100万亩土地 你不能动 这是国家下的 指令的红线 但是呢 如果你把这基地 因为现在农村都是 两层 像我们南方 就两层楼 三层楼 很好的吧 那你变成了高楼 我这同样都 土地上 原来都改一种房子 那现在可以 保证15人家去居住了 那这个地 不是腾出来了吗 这个地腾出来之后 地方政府有权来处理 因为它是地方财政嘛 就这样就造成了 利益怎么来分割的问题 就是你们家乡那儿 你也觉得是 农民分的钱很少吗 按说浙江都属于 是很少啊 就当个比方 我们那边一亩地 能给你 但我们可能比 它那边有好一点 可能给你10万20万 但是比那个房地产的 那个东西开发 或者其他的一些建设用地的话 还是很便宜 但是我不太懂啊 咱们就不了解 这种10万20万 是有商量 还是没商量 还是就是说 给你这么多 那还是有商量的 还是比谈过的 没有的话就更低了 因为我们爱老的 那个这些政地办法的话 因为土地 是我们是国有的 对 就是没有任何人 这都就是 择基利益 是接地所有 也不是归个人的 因为我们国家的土地 是国有所有 这样导致了好多东西 你地上面的那些 不动产都不算的 这都给个清苗补偿费 就是你的地质多少钱 就是农民 或者所有 都是没有议价的权利的 他吃了一个补床就行 就你这是几类地 三类地 一类地 四类地 那是多少钱 工业用地 商业用地 那便宜的一万多块钱一亩 贵的就十几万 几十万一亩 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说呢 为什么农民不愿意 有些时候 把那个土地拿出去 那你一转熟之后 你可以别几百万的 卖给人家去了 那我这个土地卖给你 你这给我几万块钱 对 帐钱都会算的 是是 我听代事长这个意思就是 您觉得在这个城市化精神当中 这种重建您是很支持的 但是这个重建当中 又有很多不平衡 那您觉得 这个我也想请教一下 这个不平衡 因为你们是新闻人 就你们记者在前线 你们每天接触 大量的这样的信息 这种不平衡当中 你们有什么看法 或者有什么 今年以来 那个车切的悲剧很多的了 像那个宜皇 那个自焚 还有东海 我们那个原来新京报报的 那个江苏东海的自焚 一个老军人解放金门的 党金门的 出生若是回来的 那个地也给争了 后来不是自己也烧死了吗 所以好多这样的悲剧特别多 就是说 所以说呢 可能国家呢 因为现在我们有时候讲土地责政 像我知道的一个系 它的责政 那个那个计划内的责政 只有可能四十个亿 它测地那边的卖的地 也有四十个亿 这个四十个亿 它是可以自己支配的 它可以对 责政 那个计划内的责政 它又拿一半 又交给国家 送我交给国库的 但这能力有二十个亿 相反这四十多个亿的 土地的开发的话 它是自己可以留下来的 当然就 如果你这个地拿的时候 用于公共事业 对吧 那没问题 万一不用于公共事业 我拿去发工资了 买汽车了 等等 也有的人你去得别搞 对 问题是就 到底用到哪 我们也是不明真相 不明真相 群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说呀 这个没有拆呀 就没有新拆哪 这个话 我觉得 从绝对事实的意义上讲 也是没有错的 你说中国真叫 就说这三十年改革开放 翻天辟地 就像他说的这个城市化 可是我现在觉得 什么事都向北京堵车 它这个几股劲 叫在 叫在一起 你知道吗 你比如说 我在看手机短新闻 又说今年 你说这个土地财政 这个卖地的这个 又创新高 又是就说 他们他没办法的地方 但是现在也有人说 说最近不是说拆迁条例 国家也在弄这个法吗 弄一个政策 但是他们也讲说 要是什么 咱们都按照这个老百姓高兴的来 那么这个经济杠杆 接下来是什么问题 就他这个整个地成本就更高 成本更高 地上盖起来的这个物业 乃至于房价 他一连串的都更高 可是你那头 你又得打压 这个限制这个房价 就是这个环环相扣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矛盾的 就是个矛盾体 中国 就是但是呢 我觉得有一个办法 就是希望就是说 信息都公开 各方面的利益 都有表达的 表达的机会 就是说你 你这个房子 现在我三万块钱拿了之后 肯定农民就亏了 那你三百万拿了之后 那对我的家 就没有经济发展不起来了 对不对 没有人来买这个土地 那你农民太高了 那好 那我们就最后只中 那就三十万行不行 就我希望有个利益 表达的一个平台 或者说我们把这个不明真相 应该改成 让信息尽量的对称 大家都能够了解到 都能够知道 或者尽量的公开和透明 除了这个表达的 有平台之外 更重要的 我觉得是一个了解 因为你只有了解了 你才能达成理解 是 我觉得钱云会这个 他也是因为悲剧这么来 他就在临村那个地方 三十亩地 卖了说一个亿 那我这边的地 为什么就不吃钱呢 对不对 所以大家有个比较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把利益 各方面的情况 都讲明白了之后 是不是会发生 这样的悲剧 那就不好说了 对吧 我倒也奇怪 真的 你们这个小说家 都干嘛呢 怎么就很 我没什么人见过 写这个 真火热的生活题材 这拆迁里头的故事 太多了 我曾经找过一个人 做过十一年拆迁工作 他答应我提供一些素材 然后我时隔半年之后 再联系他 他已经进去了 进哪了 进监狱了 进监狱了 因为土地进监狱的人 太多了 这个也印证这一点 都有巨大的利益 谢谢